上次講到說我5月開店 6月做了一次update之後 7月就要關門大家了 boiler alert 我是解決了這個問題 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你遇到同一個問題的話 記得看到準備 跟上一條影片有點不同 就是我先講了stats 去到今天 今天是9月25日 我有33,697個view total有5個order visits有20188次 總收入有288.46 跟上次update的分別就是 上次應該只有2個order 今次total有5個order 如果你有看上一條影片的話 心水清的你應該會計得到 明明我的店舖是5月9日開張 去到10月5日 應該是5個月的update 為什麼按營都是寫2個月update呢 在7月7日 我收到一個email 它說 我的店舖被人禁止了 suspended 它簡直是說 permanently 它說永遠suspend 什麼事呢 就立即上網找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被人禁止了 是不是我做的product 侵犯了白天拳 還是究竟做什麼事 進去是整個畫面是 紅色 有很多東西都不讓你動 上網找 上s的網去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它呢 email說的原因 就是說 我違反了它的 守則 那些東西 但是呢 很廣泛的 它經常說 你的產品 即是你賣的產品 不符合它的要求 就是一些 手工藝的 policy 或者你的資料填得不對 或者填不足夠 很廣泛的 什麼都它說了 最重點呢 就是去到底 它是說 你是不可以再在s上面去賣任何的產品 亦都不可以在上面買東西 甚至呢 你開一個新的帳戶都做不到的 它是這樣說的 不過呢 你可以 照上去店裡 去做一些管理的動作 都可以的 所以我就上完s的網 看完email 之後呢 就去找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所以如果你這間店 這麼不幸 跟我一樣 遇到同樣的問題 要有幾點要留意的 剛剛都說了 email也有寫 你這間店現在被停止營運 不要以為你開過一間新店 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沒用的 因為你被停止運作的 不只是這間店 而是你整個IP address都被禁止了 s的法律是由得你做上訴的 有一個叫做Appeal的步驟 可以跟進去做 但是在上訴之前 記得去搞清楚 究竟你是什麼原因的情況下 被禁止了 有以下幾項原因 第一就是 未填好資料 例如是一些稅項資料 個人資料 一些地址 包括就是你的銀行上的資料 除了你成功有收到之外 你每一個Listing都要付錢 應該要做了一個步驟 就是 一時它會給你幾毫子 你去檢查你的銀行戶口 是否收到那幾毫子 而跟它去確認你收到多少錢 你至少應該要做過這個步驟 有些稅項資料 你是不是在美國住 你是不是交給哪個國家的稅 之類 第二就是 有機會有數 你還沒找 剛才說過 就是每個Listing都要付幾毫子的美金 好像是兩毫子美金 其實エXY會自動幫你多除小寶 扣賺了多少錢 而補多少錢給エXY 如果你設定好資料 エXY會自動幫你處理這些東西 第三就是 有機會賣一些有版權的產品 正常就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S上面都是一些手製的產品 照理你自己是要是那個創作者 如果你是賣一些FAN ART 例如是一些二次創作的的士尼的產品 絕對有可能誘發到S去封鎖你股頭 第四個就是被S發現 你用不同的IP address 去開另一個帳戶去買自己的產品 或者Favorites的店鋪 在我身上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因為沒有做過這件事 但是聽過不少這方面的研究者 都說其實S的系統是做得很好 他們可以偵測出一些異常的行為 所以絕對不建議任何的S賣家 在上面做類似的行為 第五個原因 就是我的原因 就是 沒有原因 對 很不幸的一件事 你開了SE Store的頭一兩個月 被他禁止是一種普通的事 很常見的事 看回資料 應該是說 這是一個Policy 其實想保障客人和賣家 也確實是 其實這個步驟是可以篩走很多 無心去營運的人 可以保障買家 可以減少騙案 後來我搜尋的時候 我都理解到為什麼要這樣做 所以是可以解決的 這個問題 我最初就上網看到有人 發封電郵過去 他也給了我的電郵 所以我就跟回他的做法 去做 就是 發封電郵 但是那個電郵 有一個 不知是可以回答 還是什麼 回來就叫我不要 發封電郵 所以我就跟回 他最常規的做法 就是 如果你的店鋪被拒絕 他可以讓你進去做 上訴 有一個連結 按進去 他有個形式給你填 因為我的店鋪已經解決了 所以我開不回那個形式給大家看 但最主要就是 有三條問題 要你自己打字去填 其餘都好像是一些選擇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在你的店鋪被停運之後 你有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就回答他 有的 其實我不覺得我的產品是有任何問題的 不過 我 轉型了 我想轉型 我上次好像有說 我好像有五十幾個 Listing 後來我只剩下六個 原因只是 我轉型了 我今次賣的產品 其實仍然都是一些 Digital Product來的 在下一條影片 或者我會公開自己賣的 但總之 純粹因為我想轉型 而刪除了一些舊的Listing 就是這樣 但我就照答他 YES 我是有採取行動的 我就刪除了一些舊的Listing 同時間 我也在尋求一些更清晰的指導 究竟我冒犯了一些什麼 的Policy 以及可以怎樣去補救這種情況 因為我需要更加了解這個問題 去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去防止它再發生 我是這樣打下 下一條問題 就是問 如果你重新獲得你的權限 即你的帳戶的權限 你的業務會有什麼改變呢 我就回答他 如果我的帳戶權限恢復 我一定會繼續遵守 S的Policy 即一些條款 我會確保我的Listing 去遵守S的標準準則 也會監控我的店 確保沒有任何的違反規則 所以總括來說 就是我會盡能力 去成為一個負責任的買家 我就回答了類似這樣 最後一題 他就說 請描述任何有可能 導致我的店鋪被拒絕的任何原因 任何情況 但我呢 就想來想去都想不到 究竟是什麼原因 所以我就直接說 就是 我不認為我的店鋪應該要被拒絕 簡直是說 我相信我的店鋪被拒絕的原因 其實是一個錯誤 因為我沒有違反任何S的條款 政策 也仔細去檢查了我的店鋪 還有我所有的Listing 但是我無法識別任何的原因被停運 所以呢 也請S去幫我審查我的店鋪 究竟被停運的原因 引領我可以解決到我當中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是 我相信最難是要打這三句話 可以都把我這三個答案放在Description box 有需要的你們可以去Copy and Paste 記得改回自己的內容 因為我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你的情況有少少不同的話 你這樣Copy and Paste下去 當S的staff 他們有人手檢查的時候 未必會有效的 所以你自己用自己的語言 有需要的用Google Translate 去幫助一下 其實已經可以了 7月7日 我是收到Email 就說我給別人停運 我即時就去做上訴 最後呢 他們用了足足一個月時間 他們在8月11日才有個Email回覆我 就說了 用了整個月時間才回覆我 我上網也找過 其實發生這件事是很常見的 所以盡快去做Apple 最快最快最快 都需要兩星期時間 他才會有回覆 可能Depends on 那時候他們的工作量 甚至是直接說Apple 有多少人要做上訴 Essie要重新去營運 是存在的 這個可能 不過是什麼時候呢 安排當中 可能下次的更新 會是一個 Relaunch的更新 可能是這樣 到時候我相信 我會公開 究竟我在Essie 是在買什麼產品 如果已經上載了這條影片 可以按這裡去看 如果還沒有 可以按這裡去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提示鐘 就會收到我更新通知 不要錯過我任何新影片 有下一個看我最新上載的影片 我是Valerie 我們消息圈 再見